大家好,我这盆贺望男的现在已经抽出了花剑出来 那么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视频 如何让这个贺望男能够顺利的抽剑 那么今天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贺望男在长出花剑之后的养护也是非常的关键的 如果养护过程中没有做好这三竹 就会造成这个贺望男的无法正常的开花 那么我们要做好哪三竹呢 大家看这个花剑呢,已经串出来了 那么后期的养护非常关键的 我们首先第一个要满足的就是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贺望男呢,是一种比较洗光的植物 光照充足了,它不仅能够长得好 而且呢,还可以让这个花剑呢,能够正常的生长 如果光照不足,它的花剑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 那么后期呢,可能会无法正常的开花 所以光照是非常关键的 不管是什么植物想要开花呢 都一定要满足充足的光照才行 那么第二点就是要水足 这个花剑在抽出之前,在形成这个花芽花剑之前呢 我们是会采用一定的控水方法 但是呢,如果花剑已经抽出 那么这个水就一定不能够缺了 如果缺水的话呢 这个花剑生长所需要的水分达不到 那么会导致这个花剑可能会出现这个枯萎 甚至是生长不良的现象 但是呢,又不能够过多的浇水导致它积水烂根 所以呢,补充充足的水分呢 也是非常关键的 盆土干的呢,就要及时的补水 以免造成缺水而花剑枯萎 第三竹呢,就是要磷甲肥足 大家应该都知道,花芽分化所需要的磷甲肥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 特别是花剑生长期 如果这个磷甲肥不足 这个花剑的发育呢,就会受到影响 那么我们补磷甲肥应该用什么呢 其实因为现在呢,刚刚入过这个冬天植株的这个根系呢 可能会受损或是根系不够发达 我们这个时候最好去使用一些这种蒸根状花型的营养液 既可以触根、状根 增加蒸细的一个吸收能力 根系的吸收能力增强了 那么它吸收的养分多了 更有利于花剑的生长 而且呢,这个蒸根状花型营养液呢 它不仅可以蒸根、状根 还有这个吹花、触花的效果 我们将它与清水按照1比500的比例 对水稀释 大概呢,就是7到10天了 给它灌一次根就可以了 也可以在浇水的时候呢 直接对上 然后给这个赫望蓝进行浇灌 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大家家里没有这个蒸根状花型营养液的话呢 我们用上这个凝刷氢钾也可以 但是凝刷氢钾它只含有凝甲肥 其他的营养元素呢 就会缺失 如果长期使用的话呢 会导致植株出现一个缺素的现象 赫望蓝在花剑长出之后呢 我们做到光竹、水竹、凝甲肥竹 那么这个花剑呢就能够撑撑长 后期呢只要养护得当 这个花都是能够正常的开放的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